Bosco 长生产业公司予可申请在香港上市呢? 人家所在2018月2月的时候发出建议 允许一些创新的公司在没有通过财务资格的测试情况下 也可以来香港上市 初步的建议是允许一些涉入科技产品的公司来香港上市 它上市时的市值不可以小于15亿港元 而且它需要有一系列的特点 这个特点包括就是它有一个核心的产品 通过这个概念阶段 然后它的业务必须要以研发为主 然后过去12个月一致从事这个研发 然后这些研发也需要得到一些专利跟知识产权的保障 它在申请的时候也需要有一个警告的声明 还有有足够的风险披露 然后它自己也需要跟主管的部门进行沟通通信等等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